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北瓦吉里斯坦部落地区是全世界遭受无人机空袭最频繁的地区 也因此被称为美军无人机的试验场 无人机空袭在打击恐怖分子的同时也造成一定数量的平民伤亡 由于安全局势无法保障 那些在外打拼的部落区青年只能在远方怀念着故乡 却很难真正踏上返乡之旅 塔希尔汉是伊斯兰堡一家关注记者安全的非政府组织的创办人 我们来到他办公室的时候 塔希尔正在向他的助手交代工作 我们之所以要拜访他 是因为塔希尔来自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北瓦吉里斯坦部落区 一个被称为无人机试验场的地方 塔希尔告诉我们 他的两个叔叔都死在无人机空袭下 without any crime he was an ordinary person so why he dead how he dead and who killed them till now from 2004 till 2013 we didn't know then they said no we are not involved in this strike like this from the US from the NATO so till now we are just waiting for the justice 而现在塔希尔年迈的母亲 仍住在北瓦吉里斯坦 塔希尔说 由于工作的关系 他经常要去阿富汗 而他的母亲就会担心他的安全 可实际上母亲所在的故乡 在无人机的频繁洗击下 其实更加危险 if everybody human being are the animal they feel internally he will be safe in his own house but we are a human being we are not safe in our territory in our home so what a difference 由于安全原因 塔希尔已经有将近三年的时间 没有回过家 回不到家 就见不到母亲 而在过去的三年里 美军无人机在巴基斯坦境内 总计发动空袭近150次 平均算下来 差不多每星期都要有一次空袭 而其中的大部分 都发生在南北瓦吉里斯坦的部落区 由于部落区没有网络 也不通电话 塔希尔每次听到无人机空袭的消息 都会担心许久 直到有亲友带来家人安全的口信 才能安心下来 这种担心常常折磨着她 这种担心常常折磨着她 这种担心很艰难 让我脱离从母亲 我爱我的母亲 但我不能走 我不能看她 我不能看她 我爱我的母亲 但你知道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很多人 全国的国家 都在做这些地方 我们失去我们的信心 父亲 兄弟 姨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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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自己的关系 他们只是跟我们玩 像个球 这种天各一方的牵挂 让塔希尔感到十分无奈 她只能趁工作休息的时候 抽空在电脑上 看一看家人的照片 因为工作 塔希尔下个月 还要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为了不让母亲牵挂 她打算近几天 就托人给母亲 少许消息 告诉她不要担心 塔希尔说 她更想回到家里 见一见年迈的母亲 她想看一看 许久未回的故乡 现在是什么样子 央视记者巴基斯坦 伊斯兰宝报道